50年前,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在一个中国参观打工 有一天晚餐刚开始的时候,进了两个客人 那我就给他端了一壶茶跟两杯冰水了 我就到厨房去 我很快在出来的时候,发现这两个人走了,不见了 但是在桌上留了一个两毛五,一个quarter 那时候的一个quarter可以加一加轮的油 后来我就问老板说,他们也没有吃饭 怎么就还留了一个两毛五 他说这就是小费 那小费就代表对服务的一个感激跟肯定 一个两毛五的一个quarter硬币 让我在接下来的这个餐厅生涯跟社区服务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今天就用这个小小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